本期视频可能是平台内最详细的反手拉下旋教学 耐心看完 相信会对您有所帮助 反手拉下旋呢 我比较强调的是这个腿的稳定性 这个脚一定要踩住 不要飘 身体不要乱晃 这是契义 第二个呢 关于引拍的位置 应该是在你的腹前 重心呢 引拍的时候在左腿 秋拍在腹前是靠身体转过来 身体有一点转 不要像正手转的那么大 稍微有点重心 从两腿肩逐渐过渡到左腿的这种感觉 这个肘的位置呢 正常的应该是略微有一点往上架 这是为了更好的前臂发力 如果你在这儿 你的前臂发力距离就比较短 稍微架一点 包括肘离身体稍微往右 远一点 比一个拳头略大一点 可能反手快拨的时候 讲一个拳头左右 这个反手拉下旋的时候 肘距离你的躯干再稍微远一点 我们身体是随着对方的来球逐渐向左侧转动 一般来说 对方搓过来的球 或者对方发过来的下旋球 落到本方球台的那一刻 我们完成了引拍 对方 落了台了 我们引拍 好 球落台 我们引完拍 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冲 反手拉下旋的这个反手拉冲 那么这个球呢 也要考虑到对方一旋转是不是很强 这个当然指的是下行球 落点是不是很深 球速是不是很快 那么这个呢 都反映出对方过来这个下行球的质量 如果对方过来的球又长又低又转 我们这个球呢 是很难进行冲的 尤其对于业余球友来说 这个球我们正常来说 还是应该挂起来加呼线 更稳定一点 你不要看专业的运动员 因为他们的判断 他们的力量 他们的摩擦感觉 他们动作的稳定性都比业余球要好 所以正常来说 长比转的球 当然是下行球 我们应该是去挂起来 加摩擦去挂起来 而不要去发力 这个呢 相对来说难度要更大一点 比赛中的稳定性也要更差一些 好 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发力原理 引拍的时候重心呢 是在你的左腿 右肩比左肩 更加靠前一点 这个球拍啊 不要引到你左边的腋下 这是用不上力的 这个基本上横扫是要下瓦 这是会下瓦的 它不像是在远台欧洲的这种打法 这个可以 就是上去的 那么进台的下行球 注意 一定引拍是在你的腹前 这个球拍到左后方是靠你身体转过来的 我们发力的时候啊 先从脚开始蹬地 左膝和右膝同时向右啊 带动你的宽 向左前方顶着一下 很关键 那么你上身啊 基本是靠下身的力量 传递上来的 并不是这么打的啊 这是手臂的力量就太多了 它是靠身体带过来的 球拍基本上就是横着扫 如果你想冲的话 基本上就是横着扫一下 基本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反手拉高调 击球时间可以稍微晚点 一般是在下降的前期 引拍呢 也要略低点 因为你这时候呢 向上的动作多 如果你想前冲 一般来说 击球时间是在高点期 向前就要多点 那么引拍的位置呢 相对来说 也要比拉高调更高一点 这样更有利于你向前时间 这里边再强调一下手腕 引拍的时候 板头肯定是要比拍柄略低的 因为是下卷 它不像是快丝拉板头起来 这时候呢 因为是拉下远球 一般板头要略低点 即使是冲也是比板头要低点 那可能你要拉高调 就板头要更低一点 更加有利于你向上法力 那么这个引拍不要一步到位 不要引到这 也不要引到这 这是身体不放松的 一定是 一定是这样 出手之后 再有一个手腕从后到前顶的过程 比如说拉冲 这种感觉 就板高调 你会发现我不是直接引到这的 我是到这出手之后 再有一个从后到前 这是一个连贯的过程 这是一个连贯过程 包括冲 吊 都是这种感觉 接下来分别讲一讲 翻手拉下卷的一个高调 一个前冲 讲一讲高调 一般对业余爱好者来说 80%的球 你想拉下卷 第一板 我都建议你去拉高调 除非这个球的弧线很高 旋转很弱 身体还比较合胃 这时候可以冲一板 正常的球 尽量是拉高调 因为比赛当中的命中率是很重要的 而且业余球员 如果我们把这个球拉转 落点拉开 有的时候 80%都直接得分了 因为我们业余球员的水平没有那么高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男子运动员 如果你不论是正手还是反手 拉一板高调 那80% 基本上一板冲死 几乎100% 他都会选择去反拉 或者叫反思 快带这些技术 男子那边呢 是很少用 贴啊 防啊 堵这种技术 因为过去的球呢 很可能被对方第二板直接进攻死了 那么我们业余球员不一样啊 这个旋转拉好了 落点拉好了 比赛当中 一样可以得分 如果你忙忙的去冲 就需要你对旋转呢 判断的很准 身体呢 很到位 而且你这个动作呢 又比较规范 这样才能提高你的命中率 我们业余球员在开始练习反手拉高调的时候 建议还是用多球 如果有条件啊 还是多球的效果会更好 会少浪费很多的时间 那么在派球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球速已不要太快 弧线可以略微高一点 旋转略微弱一点 比如说 这就是一个长的弱下旋 弧线又比较高 那么作为出现者来说呢 你就比较容易做出动作 一个是反应时间比较长 过来的球呢 旋转比较弱 这时候呢 就不太容易下网 我们拉的时候 可以弧线稍微高一点 这都不要紧 重心低一点 往起挂 当你高调拉熟练之后啊 我们可以开始接触反手冲下旋 一般针对于不太转的下旋 无限比较高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反手冲的技术 注意这个动作啊 不是说用手臂 也不是拿手腕 是靠身体重心从左到右 身体带动着前臂手腕 去向右前方扫 多向右 因为身体有往前顶的过程 多向右去扫 开始的时候啊 可以不用发那么大力 看 这是扫哈 这是高点期 不像是高调 高调是下降期 这是高点期 去扫的啊 这个过程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慢动作 看一看这个反手拉高调 和反手前冲的技术 这里再补充几点 关于反手拉下旋的注意事项 第一就是脚部的条件 我们要保证来球正对着我们的腹部 这才是我们发力最舒服的位置 第二 关于机修点距离我们身体的距离 当球距离我们三十厘米左右时 这是机修的最佳时机 第三 关于身体重心的高度 球越低旋转越强的下卷 我们需要重心越低 另外在拉球时 从引盘到机球 身体重心肯定有一个向上的起伏 但是这个起伏不要过大 第四 拉球的板情也要随着对方旋转的强弱 进行调整 在面对墙下旋时 适当的亮板 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向上发力 更容易制造红圈 最后要说的是引盘需要一个停顿 这是身体蓄地的过程 中文字幕 李宗盛